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篇的第四章 也就是2040,利润和所得税费用 我们前面的2020谈认的是成本费用 我们的2030谈认的是收入 这两个是动态快据要素 那么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就得到第三个动态快据要素 那就是利润 那么涉及到利润就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利润到底怎么计算出来的 第二个,利润它有哪些具体的类别 第三个,在利润分配的时候 要遵循哪些具体的规则 好,这是利润的相关问题 那么谈到利润有一个事儿 一定绕不过去,那就是所得税 对于企业所得税来讲 应该如何来与计算 在计算的时候,要至于哪些具体的问题 这是第二部分 至于我们的2040呢,实际上是两个部分 一部分和利润相关 一部分和所得税费用相关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它的整体实质框架 总体来说一分为二 首先第一部分呢,是利润 在这儿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利润的概念 那么对利润来讲 分本别类到底分为哪些 在这儿呢,注意四个利润 那是营业利润 税前利润 净利润 还有税税前利润 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关于不同的利润 它的计算到底怎么样 那么谈到了它的计算 如果说同学们把计算思路与掌握 那四个利润 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有了 那么第三个 在利润分配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些具体的规则是什么 尤其是法定 营与供给金 好了,这是我们的第一块 关于利润的计算 那么第二块呢 关于所得税费用的一个确认 这块教材内容 那是相当的丰富 并且都是一系列的具体规律 所以在学习 所得税费用的时候 本身这个问题 难度非常之高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它不可能考得非常深入 所以这部分 一定要有针对性的预计学习 我们提出来的重点 难点 希望同学们略为关注 其他的内容就不要看了 切记一把抓呀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 它的考试分析 本章主要介绍了 第三个公带快捷要素 利润 在此就是上 介绍了所得税费用的确认 学习要求上 把握四个利润的计算公式 这是一个小小的重点 好,有重点的 有针对性的 对所得税的计算 进行学习 切记一把抓呀 好,从知识点的划分来讲 给他们划分了 如下的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利润的计算 第二个是所得税费用的确认 我们首先看一下利润的计算 好了 在这个地方谈到利润 问题是啥叫利润呢 利润是什么东东 同学们都能够得出答案 利润不就是收入减去成本费用吗 或者说收入超过成本费用的部分 就形成了利润 当然,我们介绍上对利润有如下的定义 说的是,在一定的会计期间的经营活动 所获得的各项收入 理解各项支出以后的进额 以及直接进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好了,通过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知道 对这个利润来讲分为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说的是 在经营活动当中所获得的收入 在理解各项支出之后的一个进额 好了,前面这部分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利润 收入减去成本费用不就是利润吗 好了,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应当记住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这个利得和损失是什么东东呢 利得和损失是对某项资产性投资 它的那个买卖价差 叫做利得和损失 有的时候直接叫做资本利得 好,有的时候直接叫做资本利得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呢 这个企业去年投资了一百万 买了另外一个公司的股价 那么另外这个公司呢 经营得很不错 今年股价呢 达到了一百二十万 那这个时候 对于这个公司来说 那就把这个股价与变卖 当说买的时候是一百万 卖的时候是一百二十万 两者变卖 我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投资收益 这是二十万 这二十万 依然应该作为我们的利润的一部分 当然 对于这二十万来讲 是资本利得并不是企业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 而是直接进入当期利润这样的资本利得 好了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两个注意 总结一下 第一个 接受捐赠 变卖固定资产所产生的一种收益 我们应当进入资本攻击当中去 那么第二个 投资收益 投资损失 等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投资收益 投资损失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当期损益 实际上就是直接进入我们前面这个利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于利润的计算 刚才说 我们要涉及到四个利润的计算 但是 营业利润 税前利润 净利润 以及稀税前利润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利润 叫做营业利润 那涉及到营业利润的计算 下面有一系列的计算公式 那么营业利润 等于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这两者一相减 叫做营业毛利 叫做营业毛利 好了 收入再减去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营业毛利 再减去税经济附加 减去销售费用 减管理费用 减财务费用 好 这三项是什么 这三项那不就是期间费用吗 先把三项期间费用减去 再减去资产的减质损失 再加上供应价值变动的收益 再加上投资收益 这就是营业利润 当然对这个公式来讲 同学们需要掌握 哎呀 有个同学看 需要掌握这还得了啊 那么涉及到这个营业利润 这么多的计算指标 好了 别着急 后面我们有方法 在这个地方呢 同学们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涉及到的营业收入 我们前面 在2030曾经谈到 营业收入可以一分而二 分为主营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收入 这两者呢 都不含在营业收入当中 好 我们看下面这道题 下面这道单项选择题 某私工企业 当期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 是一个亿 主营业务成本呢 是8000万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是960万 其他业务利润是2000万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总额是1200万 那么当期的营业利润 到底是多少 那营业利润到底是多少呢 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告诉主营业务收入 又告诉了主营业务成本 好了 用主营业务收入 一个亿 再减去主营业务成本 是8000万 这两者一相减 那就是主营业务的 一个营业毛利 在这个地方 要加上其他业务的利润 其他业务的利润 还有2000万 好了 这样讲起来 才是我们的整体的营业毛利 用营业收入 减去营业成本 得到这个营业毛利 在此就上 还要减去税益经济附加 减960万 税益经济附加 在此就上 还要减去三项期间费用 在这个地方 他说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总计是1200万 这样一减 其他的项目 我们没有涉及到 咱就不用管了 这样解出来 就是该企业当期的营业利润 自然就吃了 正确答案 选择选项A184例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下面我们看一下利润总额 那么对于利润总额 又应该如何计算呢 利润总额 它应该是 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去营业外支出 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把营业外收支进额 考虑进去 好了 在这个地方 营业外收入包括了一些 营业外支出又包括了一些 我们复习一下前面的相关知识 对于营业外收入来说 包括了固定资产的盘盈 处置固定资产的净收益 处置无形资产的净收益 罚款的净收入等等 好 这是营业外收入 那么营业外支出呢 营业外支出 固定资产的盘亏 处置固定资产的净损失 处置无形资产的净损失 债务重组的损失 罚款支出 捐资支出 非常损失等等等等 这作为营业外支出 那么 哪些是营业外收入 哪些是营业外支出 我们前面 2020和2030都有所涉及 再来复习一下 好了 这是我们的利润总额 那么接下来 利润总额 它还有一个别称 叫做税前利润 为什么叫做税前利润呢 因为对这个利润来说 它没有扣除税 有些人说 那才怪呢 前面 我们就算营业利润的时候 就已经扣除了税经济附加 此税以非彼税 那么 这个地方的税 是企业所的税 在这个地方 利润总额 没有扣除企业所的税 所以它又叫做税前利润 好 在税前利润的基础上 我们再把 企业所的税 这个 所的税费用 给它扣掉 扣掉所的税费用 得到最后一个利润 叫做净利润 好 用利润总额 用税前利润 减去所的税费用 好 这样呢 我们有三个利润了 分别是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还有净利润 那么 对于这三个利润 我们到底 应该如何记忆 如何掌握 在同学们的脑海当中 应该形成一个利润表 好了 我们看一下利润表 首先给同学们特别强调 这个利润表 是一个减表 搞价格上的利润表 那不太一样 有些项目 我就直接把它省掉了 减表 减表 好 朋友们 需要在脑海当中 把这个表 记下来 那么 对于利润表来讲 我们国家是 多不失利润表 多不失利润表 我们在后面的2050 还会注意分析 为什么叫做多不失呢 是的 就是 我们国家的利润表 从最开始 一步一步的 加加减减 最后得出来 净利润 当然 正规的这个利润表 在净利润后面呢 还有些项目 我们这儿呢 再说一次 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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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第一项是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这两项一项减 刚才我们说过 这是营业毛利 好了 在营业毛利的基础上 减减税经济附加 比如说 我们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等等等等 就在这个地方把它扣掉 好 比如说消费税 也在这个地方把它扣掉 好 再来写一下 税经济附加 比如说消费税 比如说 城市维护建设税 比如说 教育费附加 好 税经济附加 那么再减去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这三项 期间费用 好 期间费用 再减去 资产减质的损失 加上供应价值变动的收益 再加上投资的收益 好 这得到第一个利润 叫做营业利润 那么上面这些 实在记不住 怎么办 记不住 你就别记了 那你就知道 营业利润是第一个产生的利润 好了 接下来 有了营业利润以后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去营业外支出 好 这得到税前利润 又是我们的利润主要 在利润主要的基础上 减去所得税费用 这又得到净利润 你把后面 他们之间的关系技术 这已经可以了 好了 这是我们的三项利润 你看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多不是利润表 分别的说营业利润 利润主要 还有净利润 那刚才我们说 总共要确定 四项利润的基础公司 那还有哪个利润呢 对了 还有EBIT 税税前利润 这个EBIT 这不是我们的新朋友 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 在前面的第一篇 工程经济 1020 在总投资收益率的一个地方 总投资收益率怎么计算 它的一个收益 那不就是税税前利润吗 它的一个投资 那就是总投资 所以在我们前面的1020 就谈到了税税前利润 既然是税税前利润 那就没有扣除利息 也没有扣除所得税 所以 它应该在净利润的基础上 加上所得税费用 好 这个地方 不是所得税费用吗 再加上我们的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一般情况下 是财务费用 注意 我说的是一般情况 并不决定 好 再来EBIT算出来 当然你可以用利润总额 再加上财务费用 得到税前利润 那这个地方 我们默认为 财务费用就等于利息费用 这是我们默认的一个潜规则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020年的这大单项选择题 下列思想当中会导致企业营业利润减少的事 选A 固定资产的盘亏 这是营业外支出 那么营业外支出和我们的营业利润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关系 所得税费用的增加 这和营业利润也没关系 对于固定资产的盘亏影响的是我们的利润总额 影响的是我们的净利润 对于所得税费用的增加 那影响的是我们的净利润 营业利润不影响 税前利润不影响 想C 发生债务重组的损失 这同样是营业外支出 既然是营业外支出 对营业利润没有影响 相当地 管理费用的增加 管理费用三项期间费用 那我们说 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再减去税金及附加 接下来就减去三项期间费用了 那么这样一步步的减下去 才得到营业利润 所以管理费用的增加 那营业利润一定会减少啊 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 选择选项D 好 这样的题目 心中有表 下笔不慌 小手一抖 一分到手为 好 看第二道题目 单项选择题 某建筑公司2020年的 利润总额是1200万 投资收益呢 是200万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25% 则当期的所得税 应该是多少 那么第一次的题目来讲 它说的是利润总额1200 好 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调整思想 这个利润总额就作为 因纳税所得额 在此就算 再乘一个25% 这就是所得税费用 好 正确的答案呢 选择减少币 那有个人说 这个投资收益 这200万 难道不缴税吗 缴税 当然要缴税 但是同学们想一想 我们计算利润总额 在前面 实际上已经把这个 投资收益加进去了 我们在计算 营业利润的时候 就把投资收益加进去了 在营业利润 就是上考虑 营业外收支进额 得到我们的利润总额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不要单独再考虑了 单独考虑 那就错了 正确答案 选B 好 这是第二条题目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条题目 第三条题 多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 企业利润的描述当中 正确的有 想要A 这个净利润 等于利润总额 减去所得是费用 完全正确 没毛病 想要B 利润总额 等于营业利润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完全正确 想C 利润总额 体现企业的最终进行成果 哪个利润 体现最终的进行成果 什么叫做最终 最终就是算到最后一步 你想想 在我们整个利润表当中 第一个是营业利润 第二个是税前利润 或者说利润总额 第三个才是净利润 所以净利润 才体现的是最终的进行成果 想例 营业利润 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 这个是正确的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正常的生产业务 它的一个营业利润 一定占整个利润的一个主体 你不能说 这个营业外收支 占企业的主体 那营业外收支 这不具有持续性 所以选业利润 说法正确 选业利润 包括企业对外投资收益 包括吗 当然包括 营业收入 减去营业成本 减税盈金附加 减去三项基金费用 再加上投资收益 最终得到营业利润 所以这要提正确的答案 A B D 和E 好 这是这道多选题 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 2018年的单选题 某私工企业 2017年 经营业绩为 营业收入3000万 营业成本1800 税益金附加1800 期间费用320 投资收益8万 营业外收入20万 那么 它的利润总额是多少 首先问同学们 它的营业利润是多少 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3000万 再减去 营业成本1800 再减去 税益金附加180 再减去 期间费用320 再加上 投资收益8万 这啥 这是营业利润 那么 现在我们计算的是 利润总额呀 利润总额 在营业利润 就是上 考虑营业外收入金额 它只告诉了一个条件 营业外收入是20万 行 加上去 加个20万 这 就是它的利润总额 又叫做税前利润 这种呢 选C 728万 这是18年的单选题 好 第二个问题 得以解决 利润到底应该如何计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问题 关于利润的分配 对一个企业来说 到了年底的时候 一盘点 有了利润 注意 我们最终进行利润的分配 分配的对象 那是净利润 分配的对象 那是净利润 好了 对于净利润来说 它还有一个小名 还有一个别称 它是在税前利润的就是上 减去了所的税费用 所以净利润呢 有的时候又把它叫做税后利润 有税前 那必然有税后啊 税前利润是利润总额 税后利润 那就是我们的净利润 所以现在我们对利润进行分配 分配的对象 是这个净利润 好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分配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那是按法定顺序来分配 第二个 没有盈利润不得分配 第三个 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第四个 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不得分配利润 好了 在这个地方 按法定的顺序进行分配 那法定的顺序是什么呢 来 简单 给他们说一说 那么 它的法定顺序 按照如下的顺序来进行分配 首先第一步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弥亏 以前年度有亏损 这个税后利润 先把亏损弥补 这第一步 弥亏 那么第二步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 提取法定公积金 法定法定 法律规定嘛 提取法定公积金 好了 接下来第三步 第三步 根据公司的章程 根据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这个企业 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 好了 那么提取了任意公积金 后来如果还有剩余 这个时候 才分给投资者 分给股东 才分给投资者 给股东 红利 或者股息 等等 这一步 那就是资金外流 流出这个企业 那么如果说 还没有分完 就形成了 未分配利润 好了 前面的第二步 和第三步 在我们资产负债表当中 体现为 体现为盈与公积 好 体现为盈与公积 那么 我们的第五步 未分配利润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体现为未分配利润 想得起来吗 我们说 这个所有的权益 总共分为了 四大部分 还有其他的 咱不管了 第一部分是啥 第一部分是实出资本 第二部分是啥 第二部分是资本攻击 好 第三部分 那不就盈与公积吗 第四部分 未分配利润 所以盈与公积 和未分配利润 都是企业把净利润 留在企业内部的 这一部分 那么涉及到 向投资者分配 股息红利 这部分 引起资金外流 流出企业 好了 这是按照 法定的顺序 来分配的原则 接下来 第二个 非有盈与益 不得分配的原则 好 这主要是 维护公司 财产基础 以及信用能力 但是 如果说 你这个企业 没有盈与益 你还得分配股利 那怎么办呢 只能 从 失收资本 资本攻击 来进行分配 显然 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法定供给金 刚才我们说 弥补亏损以后呢 要具体法定供给金 法定供给金 法律规定 来预议提取 那问题是 法律有什么规定呢 看下面了 法定供给金 又称之为 强制供给金 公司分配当年的 税后利润的时候呢 应当提取 利润的10% 列入 公司的 法定供给金 好 提取比例 10% 接下来 公司法定供给金 累计额 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 可以不再提取 注意 是 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 可以不再提取 那这个企业说 我任性 我想提 我确实想提 那即便是达到了 注册资本的 50%以上 我提可不可以 当然也是可以的 好 往下走 法定供给金 转为资本的时候 所流程的供给金 不得少于 转征前 注册资本的 25% 像这些 朋友们都得注意一下 转征前 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那么这个 法定供给金 提出来后 到底有什么用呢 一般情况下 法定供给金 有如下的 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弥补亏损 可以再次于弥补 第二个呢 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 第三个 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 好 这是三个作用 来 看下面知道 多项选择题 简单粗暴 法定供给金 可以用来干嘛 想A 可以作为股利益 分配股东 当然不可以 我们是留在企业 弥补亏损 没问题 用来扩大 公司的生产经营 正确 全部转正为注册资本 可不可以转为注册资本 可以 但是有条件呢 所留存的 这个法定供给金 不得低于 准增前注册资本的 25%啊 所以选择D 是错误的 选择E 是正确的 这次呢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B C和E 好 这是这道多项选择题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 单项选择题 根据现行的 企业会计则 下列交易事项当中 应当列入当期利润的事 好了 对于这道题 我们考的是前面的相关知识 列入当期利润 来同学们告诉我 对于利润表来讲 我们是收复实验词 还是全则发生词啊 对于利润表来讲 我们编制的基础 那是全则发生词 既然是全则发生词 当期产生权力的 我们 进入当期的收益 当期如果确定了义务 我们进入当期的一个负债 好 全则发生词 来 看一下ABCD 想要A 收到上期出售产品的货款 收到上期出售产品的货款 那收款的这样权力 在上期就已经确定 所以 这不能作为当期的收入 应该作为上期的收入 不能列入当期的利润表当中 讲理 上期购买的货物 但是本期才支付的货款 上期购买的货物 上期就确定了义务 所以这个成本应该在上期与确认 不影响当期的利润表 想C 上期已经进行了销售宣传 但是本期才支付了宣传费 那应该作为上期的一个期间费用 那直接影响上期的损益 和当期的利润也没关系 讲理 当期已经出售的产品 但是货款还没有收到 当期已经出售的产品 我们就产生了收款的权力 所以对选地来讲 应该作为当期的一个收入 那确定当期的利润 所以这一句答案 应该是选择 选择选地 好 这是这道单项选择题 那么这道题目结束 我们的第一个支持点 也就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支持点 关于所得税费用的一个确认 那么所得税费用呢 是介于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 两者之间的一个指标 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呢 本身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那如果说哪一天你去财务部去报销 是吧 你把你们单位的会计递录出来 你跟他说 来来来 做几道题目吧 做什么题目呢 做所得税费用的相关题目 估计你们单位的会计一听 哎呀 傻眼了 所得税费用呢 相对比较麻烦 在我们教材当中 所涉及到的所得税费用 谈得也比较多 像我前面说的 一定要抓重点 千万不要漫天撒网 完全没必要 首先我们看一下 关于所得税的相关概念 对于所得税来讲 它往往是因纳税所得额 再乘一个相应的税率就行了 在我们国家 乘的是比例税率 看下面的表述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 相关所得 适用于税率20% 后面这个你别看了 就看一下 企业所得税率25%就行了 那么在09年之前 为了吸引外资 那时候呢 外资企业25% 那内资企业33% 09年以后呢 企业所得税法公布以后 那我们两鬼何为一鬼 现在全都是25%了 好了 看一下关于非居民企业 取得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 这到底是个什么所得 简单了解一下 看下面的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未设立机构常所得 或者虽然设立机构常所 但取得的所得 与其所设的机构常所 没有实际联系的 应当就其 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将大企业所得税 这个时候呢 税率是20% 往下走 下面我们看一下 所得税的计税基础 那么对于所得税的 计税基础来讲 主要的问题是 确定 应纳税所得额 到底应该是多少 用应纳税所得额 再乘以25%的税率 没有其他的调整事项 这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基本思路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 收入总额 减弃 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各项扣除 以及允许弥补的 以前年度亏损后的 一个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在此就有上 乘以25% 再考虑其他的一些 调整事项 行了 当然再次提醒 在这个地方 所涉及到的收入也好 所涉及到的成本也罢 都是基于选择发生制 而不是收付实验制 好 下面呢 我们逐项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看一下 收入总额 对这个收入总额 包括哪些 包罗万象 包括销售货物的收入 包括提供劳务的收入 转账产收入 股息红利 等全新的投资收益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特许全使用费收入 接受捐赠的收入 其他收入 好了 像这些 记他吗 别看了 别看了 我们看什么呢 看下面的 不包括哪些 不包括三大块 第一个 财政拨款 你们想想 这个企业所的税 谁收上去啊 政府收上去 那么现在政府 跟你拨款 政府又以企业所的税的名义 再收一部分上去 麻不麻烦 太麻烦了 所以对于财政拨款 我们宁可拨的少一些 你也不要这么麻烦 还要交企业所的税 这是不征税的收入 不征税的收入 第一项 第二项 依法收取 并纳入财政 管理的行政性 事业性收费 政府基金 说明这个企业 我在替你政府干活 替你政府收钱 我替你政府收钱 收到多少钱 到时候都交给你政府 你好意思 让我再交一部分 企业所的税吗 当然不好意思了 好了 这是第二项 那么第三项呢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 不征税的收入 咱就不用管了 好了 这是一和二 记住 这是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 好 接着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 关于扣除 可以扣除 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第一个 集业实际发生的 与取得收入有关的 合理的支出 包括成本费用 税金损失 还有其他的支出 好 第二个 公益性捐资支出 记下 在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 可以扣除 超过的 不得扣除 再这样呢 有两个点 两个限制条件 第一个 一定是公益性捐资支出 比如说 捐给希望工程 比如说 捐给红十字会 对吧 那如果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哎呀 我说 我小舅子的日子不好过呀 要不 咱公司 给我小舅子 捐一百万 行不行 好 捐资一百万 能不能在税前扣除 一个子都扣除不了 这不是公益性捐资支出 所以第一个 捐资的性质要明确 一定 介于公益性捐资支出 那么第二个 在利润总额 12%以内的 可以据实扣除 超过12%的 只能扣除12% 好 接下来第三个 按规定 计算了固定资产的折旧 第四个 按规定 计算了无形资产的摊销 这些都是成本呢 往下走 按规定 计算了长期贷谈费用 企业对外投资期间 投资资产 成本 不得扣除 好 对于投资来讲 投资的成本 不得扣除 比如说 像别的企业 买股票 花了一百万 这一百万 是你进行投资 对于这样的投资 你这个成本 这一百万 一定不能在税前扣除 再往下走 第七个 使用或者销售存货 按规定计算的存货的成本 可以扣除 第八个 企业转让资产 资产的净值可以扣除 第九个 汇总计算的时候 境外的营业机构的亏损 不得抵减境内的盈利 境外的亏损 不得抵减境内的盈利 好 第十个 第十个 五年内的亏损 可以在税前抵扣 好 我们记下这个五年 当然 对于这个税法来讲 基本上是变化比较频繁 现在对一些高科技的企业 我们是十年都可以弥补 我们教材没有变 行 咱们就直接借个 记一下 五年弥补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下面这要题 下面这要题 单项选择题 某企业2020年 实现利润总额是一千万 2020年 通过红十字会 向偏远小学 捐赠了二百万 通过市政府 向养老院 捐赠了六十万 这都是公益性捐赠支出 该企业2020年 计算英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可以列制的捐赠支出是多少万 那你一看 利润总额是一千万 利润总额一千万 它的12%再乘以12%呗 那应该是一百二十万 你现在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是二百万的六十万 总共捐赠了二百六十万 超过了上限一百二十万 行 只能在税前扣除一百二十万 所以正确答案 选择选项A 好 看下面这道 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当中 始终不得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事 哪些不能在税前扣除 首先 自创的商业 不可以在税前扣除 外购的商业支出 则可以在税前扣除 这个第一个是不得扣除 第二个可以扣除 因为外购的商业支出 有成本 像C 以融资租赁的方式 租入固定资产的一个 折旧费 这个可以扣 融资租赁 陈租方 按照自有设备 来进行管理 所以 租入了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折旧费 可以在税前扣除 作为陈租方 它的一种成本 学样D 单独估价 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具体的折旧 丑 实际上 对于单独入账的土地使用权 是不具体折旧的 这个效率很好 想清楚 你比如说 这块地 这块地 今年假设值10个亿 那同学想想 过两年 它的价值就下降了吗 每一年都会具体折旧吗 不可能 为啥 这个地是越来越值钱了 怎么可能说 随着年限逐渐逐渐地往后推 有一天 这个地 一文不值 不可能 所以 对于土地使用权 我们往往不再具体折旧 不具体折旧 相议 房屋建筑以外的 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所具体的折旧 没有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我们往往也不具体折旧 所以这要题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 A D 和E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资产的税务处理 那么资产的税务处理 就看一下 对于不同的资产来讲 我们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应当按照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来计量 好 看下面了 企业的资产 均以历史成本作为计税基础 一般不得调整 什么叫做计税基础 我们简单的 通俗的来 理解下去了 说的就是 对这个企业的资产 你如果说以后要处理的话 那么税法上认定 你到底值多少钱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以它的历史成本 作为税法 认定你的一个价值 当然这块内容分繁复杂 我们简单的一带而过 就不用过于深究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关于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那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外购的固定资产 以购买的价格和支付的 相关的税费 以及直接归属于该资产 达到特定的用途 发生的其他支出 为计税基础 也就是说 这些成本费用 假设总共是一百万 那么作为固定资产的 入账价值 税法就是说 行 我认定 你就值这么多钱 为啥税法要认定一下呢 因为到了后期 这个固定资产的价值 逐渐逐渐的在减少 比如说吧 到了第八年的年末 我们假设啊 到了第八年的年末 那么从税法的角度来讲 根据前面这个计税基础 根据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 折旧方法 税法说 你这个固定资产 还值二十万 但是 我们在第八年的年末 把这个固定资产一卖 卖了多少 卖了三十万 好 税法就认为啊 第八年的年末 你这个固定资产的本 就是二十万 结果你卖 卖了三十万 税友机关就很开心 为啥 我认定你这个固定资产 值二十万 你卖了三十万 你不就赚了十万吗 赚了十万 对不起 缴税缴税 假设企业所得税 税率是25%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缴的企业所得税 那就是赚了十万 乘以25% 缴2.5万的企业所得税 所以 对于各项资产来讲 都特别关注 它的计税基础 到底怎么样 就是税法上认定 这项资产 它的成本 到底为几何 好 往下走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以进攻结算前 发生的支出 为计税基础 第三个 融资租赁的固定资产 咱们不用管 不管了 好 第四个 盘盈的固定资产 以同类固定资产的 重置完全价值 为计税基础 第五个 通过捐赠 投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 等方式 取得的固定资产 以该资产的 供应价值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为计税基础 好 看下面这个提示 企业应当是固定资产 投入使用 月份的次月期 具体折旧 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应当是停止使用的次月 停止具体 固定资产的折旧 在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 固定资产的折旧 有四种折旧方法 还记得吗 平均年限法 工作量法 双倍余额低減法 年数总和法 好了 那么四种方法呢 我们前面往往是按年 来进行折旧的计算 实际上在快据数量的时候 我们应该按月 来进行一个折旧的计题 那么按月进行计题 那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那么记住 那都是次月 使用的次月 开始计体折旧 那么停止使用的次月 停止具体折旧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一下生产性 生物资源的一个税有处理 什么叫做生产性生物资源呢 比如说 对于这个企业来讲 它是 假设是一个农业生产的企业 那对于它来讲呢 有石头根牛 石头水牛 石头根牛 那么对这个根牛来讲 所有企业的资产是 什么资产 生物性资产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外购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以购买价款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为计算基础 通过捐赠 投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等方式 取得的生产性 生物资产 以该资产的供应价值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为计算基础 这样往下走 生产性生物资产 按照直限罚具体的折旧 应当予以扣除 如果按照直限罚具体的折旧 可以扣 好 接下来看下面这个提示 企业应当是生产性生物资产 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 计算折旧 停止使用生产性生物资产 应当是停止使用的月份的次月 停止具体折旧 那和前面的规定是一样的 和固定资产 具体折旧的规定 是一样的 次月 好 往下走 看下面的 无形资产的税务处理 好 外国的无形资产 以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以及直接归属于该资产 达到预议定用途 发生了其他支出 为计算技术 实际上和前面都是一样的 好 看下面的 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 以开发过程当中 该资产符合资本化条件以后 至达到预议定用途前 发生了支出为计算技术 好 第三个 通过捐赠 投资 非货币性交换 债务重组等方式 取得了无形资产 应当以无形资产的 供应价值和支付的 相关税费 为计算技术 好了 看下面这个 无形资产 按照直线法计算的 贪消费用 准以扣除 贪消年限 不得低于十年 好 贪消年限 不得低于十年 这个呢 简单记一下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 关于固定资产 改建支出的税务处理 看下面呢 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 是指同时符合 下列两个条件的支出 修理支出 达到取得固定资产的时候呢 计税基础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修理后固定资产的 使用年限 延长两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大修理支出啊 作为改良支出 记住固定资产的价值 然后呢 后期来进行一个摊销 好 满足这两个条件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一下其他支出的 税务处理 其他应当作为 长期待谈费用的支出 这发生支出的次月份 开始分期摊销 最下 摊销的年限 不得第3年 这个3年 咱稍微记下 下面呢 是投资资产的 税务处理 通过支付现金方式 取得的投资资产 以购买价款 作为成本 比如说 投资别的企业 我们买股销 花了100万 这100万 作为我们投资的 一个计税技术 第二个 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 取得了资产 以该资产的 供应价值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为 它的计税技术 第8个 关于存货的税务处理 好 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 取得了存货 以购买的价款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 它的一个成本 通过支付现金 以外的方式 取得了存货 以该存货的 供应价值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为成本 第三个 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收获的农产品 比如说 对一个企业来讲 有100棵果树 对这个果树来讲 也作为 生产性 生物资产 那么 对这个果树来讲 每年都会 产水果 这个水果呢 也作为企业的一种存货 好 以产出或者 采收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材料费 人工费 分摊的渐渐费 等必要的支出 作为 我们存货的成本 简单一看 好 这涉及到的 我们计税基础的确定 涉及到计税基础的确定 内容非常多 简单一看就行了 一带而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问题 关于所得税费用的 一个确认 所得税费用的确认 看下面这个计算公式 那么 因那企业所得税 应该是 用因那税所得额 再乘以适用的税率 前面我们都在计算 因那税所得额 那么在此基础上 减去减免的税额 再减去第一免的税额 这就行了 公式简单一计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 当然是一个小小的重点 首先 我们看一下 免税收入 最下 免税收入和前面的 不增税收入 那完全不一样 那么对于前面的 不增税收入 我们说了三块 第一个呢 财政不快 第二个呢 替政府收的 这些公共事业性基金等等 第三个呢 国务院的其他规定 这是不增税收入 那么免税的收入有哪些呢 下面一二三四 第一个 国债利息收入 这给我们要记 国债利息收入 这是免税收入 下面的二三四 咱们倒简单一看 第二个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 之间的一个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那你比如说 A企业 买了B企业的股票 一百万 那么B企业呢 后来在年底的时候 给A企业分红 分红分了多少 假设分了五万块钱 这五万块钱 已经在B企业 交了企业所的税 所以这五万块钱的 股息来到A企业 就不用再缴企业所的税了 第三个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 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从居民企业取得 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的收益 好 同样 免税收入 那么最后呢 是其他 好 看下面的两个注意 下面两个注意 我们记两个税率 税收优惠的税率 符合条件的 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20%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的税 小微企业 20% 那么 高新技术企业呢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 减按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的税 好了 这来看一看 看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第一道题 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 给予企业所得税率的优惠 那么这个税率是多少啊 优惠的税率 高新技术企业15% 正业答案 选择选择币 好 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某小型微利企业 经主管的税务机关核定 2018年亏损了20万 2019年亏损了15万 2020年盈利50万 那么应当讲到的企业所得税 是多少万 这道题考了两个点 第一个点 关于它的亏损 可以在五年时间内予以弥补 你看我们现在就讲的是 2020年应当讲到的企业所得税 在此之前 18年19年 这两年的亏损都可以弥补 单一弥补 就应该是 2020年盈利50万 减去2018年的20万的亏损 再减去2019年的15万的亏损 这样呢 还剩下15万 那么这是第一个点 考的第一个点 五年米亏 考的第二个点呢 那就是 现在是小微企业 考的是它的税率 小微企业的税率 刚才我们说20% 好了 两者相成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最终选择选C 这个企业 当期企业所得税 应该是 三万块钱 好 这是这道单元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整个第二篇的第四章 2040 利润和所得税费用 基本上就介绍到此 那么这也结束了 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对于第二篇的第二个单元 是三个动态快捷要素的介绍 2020成本费用 2030收入 2040利润 好了 我们这个单元呢 也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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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